我不是跟大家说臭油身上是香的吗 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要不是他看过某站臭油有多臭的问答就信了 里面有打主形容啊 银瓶炸破水浆泵 铁骑突出刀枪铭 好家伙 这形容的挺有学问的 那在具体的描述呢 就像站在核爆中心 只有一片令人魂飞天外的空洞感 臭不再是一种嗅觉而已 它有了质量 味道 温度 黏度和分配 反正不管是橡胶味 蒜臭味还是杀虫剂味 都和我说的臭油身上香味道而驰 其实他们说的都是臭油 放的大招有多臭 而我说的是臭油本来的体味是香的 就像你上厕所的时候臭 但是你这个人本身是不臭的 我这样解释你明白了吧 如果你也想闻闻臭油的体香 一定只能是被人从小养大的宠物臭油 腰软的话你可能也只能给大家形容形容臭油 放的大油都臭了